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歇佛 两件事情重要要做的 一 改变命运 二 转无名业为菩提涅槃 要不然你歇佛干嘛 但是世间人 没办法的 转不了命运的 命则定也差不多被上辈子的业力所巩固了 循着一定的程序走到他的死亡 这个世间有许多的无奈 是因为他业力命运在掌控着他 他身心由不得他 所以打从出生到死亡 由业力来论断 就没有一件事情叫做公平的 知道吗 打从出生一直到死亡 来论断 每一个人的业都不一样 但是是最公平的 身心就是无名业力的转化 他 厌不了是谁 没有办法厌恨谁 因此 如果你在三界当中无所求 便能改变你的命运 我们之所以不能改变命运 是因为有所求 主要但是无所求是积极的无所求 我无所求但是积极的行善 我无所求但是积极的天法 我无所求但是积极的 在世相是非常积极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 佛法是非常积极的 决性教义 他不是叫你堕落 不是叫你慵懒 不是叫你退转 不是叫你污染 而是叫你清静 清静 积极的人生观 不懂佛法 会批判 除了显示他自己的无知以外 内行的人看到 就远离 因为法不入信 他也不认识什么叫做正法